五国界医生献章是这样写的 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 为身处困境的人们 以及天灾人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提供援助 今天我们特别来请您去再谈一下 这个跟一般医生就说 我有空了 我去出个疫诊 跟五国界医生这样子一个组织的行动 最大不同是什么 一般来讲疫诊的时间比较短 他们通常去十天 两个礼拜 最长一个月 他们可能就回来了 那五国界医生的最低基本需求 一般是九个月到一年 出一次任务啊 对第一个任务 九个月到一年 那除非你是外科 副产 麻醉 骨科 这些外科系统的 你才有办法 第一个任务短到三个月 因为预期上你是到当地可能日夜都要值班 预期你的工作量很大 手术压力很大 所以给你可以三个月最短 可是一般的都是九个月到一年 哇 所以像你到狮子山贡河国等这些地方 一去可能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在钢果这些地方待那么久的时间 我请问你有面临过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吗 例如说一些疾病的威胁 毕竟我们不是长期住在那里的人 我每次去要一个任务都会生病一次 哎呦 一天 嗯 那找不到原因 嗯 有时候会希望他 比如说会希望硬个血 试个疟疾什么的 是 因为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 吃药就没事了 嗯 那可是通常都没有原因 就一天不能动 躺在床上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水土不服啊 然后隔天就好了 对 大概一个任务就一天啊 这样子 就过去了 你也不 我坦白讲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呵呵呵 好 那至少人都平平安安的回来 对我现在人坐在这里 然后可以执行你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专长是麻醉科 不晓得你到那个 那种这些出任务的各个国家 你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会不会有遇到一些情况 比方讲你可能要跨科别的 去做很多其他的医疗行为 基本上不需要 因为五国健医生在出发的当下 其实他的项目内容 任务内容已经设计好了 哦 就是有手术室我才会去 是 那除非我今天去担任的职务 不是手术室的职务 比如说我去除非我去担任医疗统筹 哦 那我就有可能不是做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以身为一个 麻醉科医生的身份去的话 我在当地就是负责做好麻醉的工作 但是要做更多的是管理 开刀房的流程 消毒流程 跟监控所有开刀房的药物 还有这个器械的这些 消毒跟供给 这个是比跟一般台湾的麻醉科医生不太一样 只是我负的宽一点点 不只宽一点点 好像掌管了整个手术室 是一个总指挥的感觉 像这样子哦 去到一个任务的那个现场里面 有没有遇过一些 你真的感觉 其实我们在台湾行医的话 你可能真的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 很多的难忘的例子 我有遇过一个小女孩 伤寒来的 然后伤寒到了中末期 他的肠组织会脆化 那因为他已经是腹部的器官穿孔 造成了一个腹部的感染 然后我们就必须做腹部打开做清洗 可是打开做清洗的时候 然后只要碰到他的肠组织 他肠组织的脆化就在破裂这样子 最后反反复复手术了几次 他所有的从鼻胃管灌尸东西 都无法吸收 最后其实应该是饿死的 完全吸收不了营养 完全吸收不了营养 对然后 也有发生过 那个有人 有一个军人 他玩手榴弹 把自己的手臂这儿 炸伤了一个大洞 然后来的时候 骨头也断了 剩下 剩下一点点连着 一定要解肢 也有发生过 一个 妈妈抱着两个小孩 妈妈 被 打死了 然后射出来的子弹 穿过那个小孩子的肩胛骨 这边过来 第二天小孩子也走了 然后也有发生过 有一个军人 然后被人家拿枪 从屁股塞进去开了一枪 这些案例真的是 接受到这些地方才会看到 台湾绝对不会发生 没有一件事可能发生的 真的是 但是当下其实也有很多的无力感 当下你只能 尽你手中所有的资源 跟你的医疗专长 去帮助他 你没有其他的办法的 尤其是你看过这么多 你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 还有很多许许多多 我相信你刚才脑海里面浮现出很多的画面 对这些会不会让你对整个人性有重新不同的省思啊 或者是对医疗也很无奈呢 会不会 我只会觉得说 一个同样一个职业摆在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不一样的价值 对你说一个医生的个体在台湾这样子医疗资源这么丰富的地方 你要彰显出他的价值 其实很长很多时间或许我们会否定自己的价值 对但是在那种极度需要医疗资源的地方 那我们个人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跟专业技能又高过当地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在那里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对不一样 是不是说好像在一个医疗充足的地方 你会觉得多我一个医生少我一个医生 其实对整体的医疗资源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啊因为比如说在大医院值班好了 不要说好了 我说假设一个医院有 假设有十个组织医师 大医院 那今天值班一个月少我一个人 那九个人去cover我一个人的班 不是很多的事情啊 可是如果到这些地方出任务 对那只有你一个外国麻醉医生 然后有些麻醉业务只有你会执行 或者说一个外科医生去到那里 有些复杂手术只有他一个人会做 那只要他一离开 发生严重的情况就没人做了 对 那就多少的人民其实可能期待要挽救的 或者会做婆婆产的妇产科医生 就他们一个人只会 只有他一个人会做婆婆产 是 他不在那里 那困难就是那些 我们所谓的困难认成的父 那些妇女要怎么办 这个是有或没有的问题 跟一个大数字当中少了1的问题 这差别很大 可是这个如果这个1 摆在0的地方 这个1实在是太大太重要了 对那你1摆在十几万里面就 您到过这些地方 有很多其实就像您刚才讲 它是一个长期冲突的地方 那么在长期冲突当中 有的是基于政治的因素 有的是基于信仰的不同 对还有些对领土啊 很多的这个观念上面不同 而造成了他们的贫穷以及疾病 但看到很多人命 可能因为这些事情都是 也许是天灾也许是人祸 而不断的流失的时候 是不是您身在其中 也会对人性产生一些怀疑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你们在做很多付出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人 是也许在做的是掠夺的事情 对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 但我们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会没有工作 就是五个街上 这个组织不需要再存在 就是不需要我们去各地帮忙 但是现在的社会世界现况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叙利亚 只是因为一个反政府的思维 演变成长达四年的内战 嗯 当初卢安达的种族大屠杀 只是因为两个 胡锡族跟胡图 土锡族跟胡图族当中 两个种族的世仇 嗯 直到今天 直到现在 嗯 无解 而且我就有曾经有一个小朋友 是 胡锡族 土锡族跟胡图族的 生下的小孩 哦 他的父母被迫带着他 离开 他们住的地方到岗国中部 嗯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 租区里面 嗯 没有办法融入 两边可能都不接纳他们 两边都不接纳他们 两边都不接纳他们 然后 比如说长期 我们 长期被忽略的人道危机的地方 比如说像东岗国 嗯 这些地方都是还是不断有 游击队 甚至 就是 种族侵袭的 嗯 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没有听说 他前几年的中非的 中非的危机 嗯 在台湾几乎是 新闻上 看不到这件事情 是 我那时候在台湾就是 什么新闻都没有 嗯 可是那时候中非危机真的是 非常非常严峻 就是路上都是尸体 这样所以 这个 很难 我觉得很难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世界 我们只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 是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做一点小小事情的话 累积当然是很大的事情 不过就是那个源头 那个祸乱的源头 其实对很多国际政治这么复杂 其实很难去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很难很难 确实 您身在其中特别感受到 一定有相当多的无奈 其实刘医师现在 他还担任的是无国界医生 香港董事会的主席 现在也还在筹办这个台湾的办公室 所以稍后一起来继续了解更多 你再厉害的医生 到了项目当地 我只给你这么多器械 你能做出手术的差异的level 其实也不会差距太多 但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态上 你觉得你是老板 你觉得你是外国人 你也了不起 你对你的当地员工一直气势 他都说不帮你你怎么办 当地人不帮你什么事都做不出来